走路拜他讲话有没有进步 所以我有这种善知识是我的福报 我师父这个人也不虚伪 他就会跟我说哪一点你要注意 所以除了你要净化你的缺点 你为社会众生做了什么 你这个做是为你自己做还是为众生做 所以我师父说道场就在监狱里面 道场就在社会里面 你要把整个社会世界当做道场 我们自己不要有个人的道场都无所谓 但是你要积极努力 不要停顿在某一个点 所以我想听起来很浅 但是这个就是最好的教法 一针见血的能够劝人学佛的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我们现在要忏悔 就是说要反省 诸佛菩萨做证明 我要反省我自己 但哪里的动机有问题 所以当然像很多人叫我师父 你叫我师父这两个字 我就有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对你忘语 所以知道你哪里有问题 我一定要跟你说 所以希望我们怎么去修行 不然的话 因为希望佛教也不是一种彼此利用 所以而是希望互相增上 互相帮忙 互相成就 但是各位至少要做一个 来 自觉 你能够自我了解觉悟 你才能够觉他 你要身教众义言教 自觉还可以觉他 但是你要觉他 帮助别人 你一定要先自觉 最后达到 自觉觉他都圆满 那叫成佛 如果一个人 就像拿着麦克风 唱歌不好听 还要强迫我们听 那是虐待我们大家 所以因为你不了解自己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一定要时时刻刻 以佛为标准 回光反倒自己 我跟佛差在哪里 我跟观音菩萨的身口意 差在哪里 所以你要读经典 如果你不读经典 不听佛法 你不知道你自己错误在哪里 用自己的想法在修行 那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们要一子三宝来修行 不然的话佛法变成世间法 佛法如果变成世间法 那是佛教的悲哀 所以这一点 当然各位也会 很仔细地去清静 清静地道场 清静地善知识 你要好好地去观察 不然呢 最后你还是很烦恼 哎呀原来这样 原来那样会很烦恼 因为看不到真理 所以在这一点 要时时刻刻 但是如果自己 没办法看到自己的缺点 那当然你要谦虚地 昨天讲悲下心 恭敬心 对三知识有恭敬心 悲下心 我们要得到这个教法 知道我们自己的缺点 知道我们离慈悲有多远 要这样不断地来回光返照 我们修大乘佛教 最大的戒律 就是不能舍弃众生 我不要你呢 不能舍弃众生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众生 是父母师长 所以各位一定要经常 观想孝顺父母 就算父母不在了 每天吃饭拿起来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神 供养父法 上神 马上观想 供养父母 由现世父母到 七世父母的历代祖先 第二个呢 就是师长 对我们有恩的 特别是佛法的教授 我们永远要好好的去照顾 因为和尚最后都会老的 会病的 所以父母对我们有生命之恩 那么师长对我们有教化之恩 第七 不能杀害发菩提心众生 这个末法很容易 比如说 这个菩萨在做什么 你不了解 但是他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你往往就想要去消灭他 所以佛教在历史上 也发生这个灭佛的事件 发生过很多次了 甚至杀害出家人等等 但是这个就是因为 昨天讲了 剑取 这个剑 他没有正剑 他斜剑 他认为他这个对 他就会去伤害他 所以 我们这个取啊 十二因缘法 爱取有这个取 这个取里面 大家讲一下欲望 欲取 剑取 借剑取 特别是欲望 我认为 我本来就应该去谈恋爱 我本来就可以吃肉 这是我的权利啊 所以 他就有这个取 这个取就造成 有生老病死 爱取 有生老病死 轮回 所以我想 不分宗教 对方在做的事情 只要帮助到其他众生 我们就不要故意去反对人家 特别说 我是佛教徒 这个是道教 但是道教 他们也有在帮助众生的时间 就不就近 你何必去说 我是佛教徒 我认为那个 不是佛教 等等等等的话 千万 不要这样去说 各位都听我说过 旁边这四尊佛 都造下了地狱之音 过去 士比丘犯邪淫犯杀人 而被僧团开除 开除以后 这士比丘 那么没办法 哭啊 结果看到一尊石头佛 那个叫石头王佛 他们生起了惭愧心 跪在那边 在山中看到一尊佛 数是有缘的佛像 跪在那边 如山奔一样的大忏悔 因为这样一忏悔以后 业障消除 各自发出成佛的愿 而成就阿处如来 阿弥陀佛 所以我想各位重点 是你有没有 虔诚的忏悔以后 要真心的归三宝 如果各位要真心的 归三宝 归五方如来 你过去堕胎几百个 杀业偷到 这个业能不能净化掉 因为你愿是最重要 忏悔以后 发起利他的愿 发起菩提心 那么 所有的业障都消除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知素 放生 失实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这次产生肺炎的原因 当然站在我们 世间专业人士说 这次武汉肺炎 是由因为野生动物的感染传播而起 当然这个事也是个事实 因为很多野生保护动物 特别他们提到蝙蝠 被杀 蝙蝠本身身上就有很多传染细菌 本来 甚至蝙蝠 它把这细菌放在它身上 藏在深山洞里面 就不会在外面感染 但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贪欲 贪婪 吃 把它给杀了 所以这些细菌 就这样扩散 当然在佛教里面讲 这些病都是由杀业所生起来 所以佛陀在经典说 这些传染病瘟疫 就是因为人类的杀生 这一段时间 各位一定要不要杀生 多吃素 甚至护持放生 进一步 我们也代表所有的被感染者来忏悔 当然各位传染病你就知道 传染病不是光我们武汉 而是整个大陆 甚至是整个地球世界 都会因为这样被感染 这个世界不是单独存在 谁可以保守起来的 所以了解这个也是个好 当我们起一个善念 善的行为也会影响 所以这段时间 希望大家不要杀生 对过去的杀业 乃至人类的杀业 动物的被杀 大家升起一个惭愧心 那第二个呢 当然过去人类都有各种的战争 所以我们要对过去战争的杀业 给予忏悔 那第三个呢 更重要的是 各位在家里 最基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 所以各位最近也要 多一点孝顺父母 因为在经典说 如果我们对父母的 长辈的不孝顺 也会引起了很多 身体的多病 甚至脆弱而感染 所以总过来讲 按照佛陀的讲法 就是因为杀生 然后呢 生口意不清净 所以佛经里面 叫我们这段时间 大家守八观在戒 也就是说 生口意 保持在好的行为 好的语言 好的心态 进一步这段时间 不要吃肉 不要吃葱 蒜 这些五心 然后呢 保持一个惭愧心 跟各位如果任何宗教都可以 保持一个对宗教的信心 对人类的善心 那这样呢 来回向整个肺炎 希望肺炎能够消除 生病了赶快恢复 往生者赶快超度 所以希望这段时间 大家送心经 送药师经 念佛吃素 念大悲咒 都可以一起来 回向武汉的肺炎 乃至拓散 停止世界赶快和平 阿弥陀佛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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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